上班摸鱼是不是 啊不说团建吗 我看地儿看地儿呢 走 你们两个一起 没有电动尾门呐 叫我来干嘛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帮帮摸鱼 不要你直接找柴鱼就断好了 拉过去 人骑了吗 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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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了就走吧 走吧走吧 出发 来来来来 我来帮你帮忙 上上上上上上 来来来来 干嘛 小心头条 小心顶头 小心顶头 来小心顶头 那你们开4008 我开本田 拜拜 把设备都放到浩尹上 然后把我当工具人 彻底是一辆工具车嘛 真是 选择4008的原因嘛 就是 我觉得今天穿这身衣服 好像有点更配置的4008 这台车的外观也好 内饰也好 就上来之后会给你一种 久违了的感觉 像这些日系德系 你开惯了的车 你一上去就发现 整个造型等等 都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元素 但你看这台4008 所有的那些 按键啊 都错落有致 尤其这个小方向盘 我就特别喜欢 上面切一条边 下面切一条边 然后你一抓抓的它 就跟开卡丁车一样 以前呢 我在法国开过一次 308GTI 就那个小钢炮 然后那个方向就是 特别灵活的 你看现在这个4008 也是一样啊 我们推一点方向 车身就有一点动作 这个跟那些日系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开日系 你动一动方向 车身不会给你反馈的 它就是一个A点到B点的 一个平稳的交通工具 但这个不一样 这个给你感觉就是 我在开车 而且尤其是 它做的小了以后呢 它不油腻 它整个造型是来的 比较有意思 哎呀 开着好影还是蛮惬意的嘛 你看这个视野这么好 而且本田的车有个特点 就是好开 方向盘 一台SUV的车打起来 就像轿车一样轻松 CVT一脚踩下去 柔顺 销量过万的车 真的不是盖的 我在前面开这个车 感觉还挺好的 挺好开的哦 就你们在后面坐起来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后面坐起来 还是挺舒服的 首先 真皮的纹路 就那种缝线 特别精细 所以看了 就信用我上来坐 而且坐垫长度够长 空间嘛 跟前后排的空间 也OK的 只是简单的 OK还可以 我觉得你的形容 是真的有点会吧 你当初为什么 跳上来这个车 刚才佩哥不讲了吗 这个车是比较安静的 然后底盘是 硬而 不散不松的 比那个本田的主船的底盘 主船的隔音好多了 阿芳阿威啊 我们特地找一台 安静的车 开个会 为什么开会不来这里 后颖后排很大 像这种办公室 摸鱼的情况 你们俩打算怎么处理 发现黑哥 这个我一定会严正的处理 不要扣我工资好不好 谁敢在上班的时候摸鱼 让他好好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摸鱼 干什么 我让你在办公室摸鱼 看到鱼糖了吗 先给我摸一条鱼上来 阿芳我交给你了 那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哇你讲真 怎么摸啊 别人抓我怎么办 这都是我家的 随便挑一个摸 啊 哎呦 来 哈哈哈哈 哇 哈哈哈哈 哇 妈 啊 我以为有手套的 哎呦 还黏黏的 有花没有留的啊 你又不管摸鱼了是吧 我只敢戴新拉屎了 啊好 哇进入到这个乡间泥泞小道路啊 这个呢就得讲讲底盘的故事了 就是说标志参与了很多的赛车 比如像WRC 打卡拉利赛 还有呢标志其实还参加过法国的乐盲24小时奈利赛 这都拿过很多冠军的 比如像5次的WRC冠军 7次的打卡拉利赛冠军 还有7次的这个乐盲冠军 这里面还有一个团队呢叫做CLDR团队 这个团队是拿来干嘛的呢 它主要是帮标志去调底盘的 然后这个团队也参与到了4008的底盘调教 所以这台车呢好开好开是有原因的 这期节目评论区里肯定一片的声音说啊牛力量牛力量 牛力量的确是法系车的一个争议点 但是说这个牛力量是不是一个完全不行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得分两说 因为法国人调牛力量的的确是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来的 牛力量做好了以后呢 他把整个的后悬的空间占用比较小 所以呢他留给你的行李箱空间啊后排的空间等等 他可以给你多留出一些来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法国人是习惯把牛力量的那种韧性 给你调足的 你看以前的那些钢炮运动车来的 那你说运动车是不是得要一套多连杆悬挂才可以和地面更好的接触 对没错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呢法国人调这种牛力量的时候呢 他也会做一些比如像便捷面处理 什么叫便捷面处理 就是那一根量啊 它在两端跟中间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他面对不同的扭曲的状态的时候 他给你的弹性系数也会有所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呢 牛力量这个事情 对一台法国车来说 你别去看它结构 你看它疗效 因为有些多连杆它调的也不好 有些牛力量它调的也不错 所以这个事大概就是这么个结构 我们现在开到这个4008的底盘呢 也是针对中国路况做了相应的调整的 中法双方总共是调了六轮 那其他的品牌一般来说调四轮左右是一个常态了 有些企业调三轮 有些企业呢在调完四轮以后觉得不对 还会加一轮 但是调到六轮的是比较少的 你们开过第一台标志是什么车 206 我很巧4008 那时大学准备毕业了 然后所有人都想买一台车就开去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朋友就当时在看这台车 我就跟他一起去赛斯电视了 所以你们那时候毕业典礼都要开这台车去啊 芝蓉吗 年轻吗 我们那要读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台车 还是我 马尔算了 又被我装到了 你知道标志最早做什么车用弹簧 你还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了 到我这个年纪我就真的只知道车了 标志200多年历史 你知道吧 比奔驰还早 10年前左右去了一趟索销 就标志的老家 然后我在那看到标志做过什么 我说出来你都会非常惊讶的 就标志做过连衣裙的称子 哦 群衫 就裙摆里面的那些铁石 标志做过假牙 标志为什么用狮子作为logo 因为它最早做那个钢锯 钢锯是俱来俱俱 狮子的牙齿很锋利 缺点味道 放点葱啦 对 主编除了放葱还要放什么 加点胡椒 软胃 多放点没事了 没事 这个要放吗 放点 放放放 多放一点 讲究哦 哇 法国来的哦 标志哦 来卡卡你标志的英文怎么读 他有 他有 英文读PQ 其实法语怎么读呢 好酥 我跟你说 世界上最顶级的胡椒罐就是标志的 然后有一次大众的人啊 有一次在德国大众的人请我吃饭 拿一个标志的胡椒罐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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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 哇靠 我说你们大众 用标志的胡椒罐 然后那个人告诉我 他说 因为世界上最好的胡椒罐 胡椒罐 就是标志的 就是标志的 法系啊是一个争议的点 以前有人说法系不屑于去迎合市场的需求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了 市场的需求和产品的好坏 中间需要把握一个度 那标志也在慢慢寻找这个度 不管是新法式的换星 直手的推出 还是共创的计划 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块汽车市场 我想 拥有法系车的中国汽车市 它才会有多样性 浩银有多好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路上跑的这么多浩银 而且它的空间表现呢 在同级别里面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 再加上本田非常的擅长 动力方面的匹配跟调教 然后我今天看上4008之后 我发现4008也是一辆不可忽视的好车呀 浩银虽然好开 但是少了一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那种 特立独行的感觉 但这正是法系车 就是4008所有的点 它的外观呢 它的内饰啊 比如说这个小饰板对不对 还有这个小小的方向盘 都特别的不一样 对于我这样的严控 而且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我更加喜欢这种特立独行的设计 底盘方面呢 刚刚佩哥也跟大家聊过了 非常的不错 而且一小油门下去 我觉得它这个1.8T加8AT的组合 要比浩银来得更加的强力一些 推背感更强一些